外面中是一位阿嬤 手看到白色的拐蝶 他來到沒過日子的這段 競然把拐蝶到三個蝶子裡面 想說沒人知道 結果老闆都看到 所以直接報警 發生這樣事情 老闆很生氣 雖然只有一個小嬤 但是他還是確定保警處理 賣70歲的這位阿嬤是說 因為破爬加上拔蝶的腰 不才會來拿小嬤 後來發覺鐵龍阿嬤 已經這麼多歲了 而且又是初犯 他這麼多罰一千塊 最少直接罰六区 但是一顆小嬤八塊錢 比罰一千塊 中時罰一百二十五倍 比地原則有點太高了 陽心講阿嬤偷女的橘子是不對 但是沒有必要罰那麼高 我覺得適當的給他一些處罰就好了 覺得有點高難 畢竟是一顆橘子 你覺得還是直接報警比較好 對 你覺得需要原諒他嗎 如果偷了一顆橘子 不能原諒 雖然有人認為這個法則 是沒有符合比例的原則 總是貴姬團的老闆 如果經常遇到這種事情 真的是很安靜 他是個布警主理 民視新聞總法不得